末日后,我和老公准备在大别墅里躺平 没想到两个邻居一个比一个卷 一个邻居玩高科技防御 另一个走可持续发展路线 对我家是个只知道同货的小菜鸡 可末世生存 抢占资源的活人比丧尸更可怕 但他们不知道 我们三家的秘密武器可不是白给的 我和老公是在末日妄想症并有交流会上相识的 别人不如婚姻的前提是要有房有车有存款 而我们却是要有安全的避难所和完备的末日物资 手中的结婚证还没误热 老公神秘兮兮的说要带我去个地方 我做出惊喜万分的模样 其实心里早就猜出七八分 这是要带我去看看他物色许久的避难场所 啊,不对,应该说是婚房 驱车近两个小时 这里应该算是成交的位置了 周围很空旷 没有重要的军事基地 政府机构和机场等交通枢纽 远处是零星的厂房和仓库 总之 非常符合之前我们商量好的片 被远的选址特征 还真有住宅区呀 我挺惊讶的 车子驶入了小区的大门 竟然还是一片别墅区 布局分散 独立庭院 由于实在偏僻 入住率很低 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看上去就相当安全私密 老公一脸得意 我可是找了好久的 不过 车子在一处二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不过 因为资金有限 只能买下这里的连牌 不是独动 老公有些遗憾 神情也不似刚开始那肝激动 我转身紧紧地抱住了他 在他脸颊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我很喜欢 这已经是最完美的了 今天给你做你最爱的火锅 好不好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老公则是一名外科医生 虽然收入稳定 生活无忧 但肯定不算是负的留有 用在市中心买一处 精装洋房的价格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儿 买了一栋连牌 上个班逛个街都要开车 两三个小时 大部分持家有道的夫妻 定会对我们嗤之以鼻 不过 我们却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感动完 我连忙仔细看看我们未来的家 所谓连牌 就是我们有着共用强体的邻居 是三户相连的格局 但都有独立的院落 三栋二层小楼成品自行分布 一个大户型背靠两个小户型 我们的家便是其中一栋小户 奇怪的是 整个园区入住率这么低 我们的两户邻居 却好像都已经住进了人 院子的围墙都重新起过 累了一户比一户高 密不透风的 所以邻居院里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一点也看不到 我有些疑惑 拽着老公的衣角 指了指远处的空房子 我看那边的连牌都还没住人 以现在的卖房趋势 不知道多久才能有人住进来 怎么选择这里了 老公却神秘的一笑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摆明了要是要卖个关子 我也就没再追问 兴致勃勃地跑进了房子里 房子内已经收拾妥当了 简单的装修和家具 很失温心 而最令我满意的是 它拥有和地上面积一样的超大地下室 还有不小的下沉市院落 和宽阔的采光景 你都什么时候弄好的 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我热泪盈眶 刚开始我以为只是个清水的房子 盘算着从装修到入住 不知道还要再等个几年的时间 看着一切都是我梦里家的模样 一时间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但是计划要娶你的时候 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拎包入住吧 唐太太 老公笑嘻嘻地抱住我 基本的家庭装修已经安排妥当 避难装备的安置与物资安排 当然还需太太指点 有夫如此 夫妇何求 所以我们二人的婚嫁 不去旅行 不去蜜月 完全沉溺在了末日战略物资的筹备上 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末日 究竟以什么形式来袭 丧尸 核爆炸 或是外星生物侵略 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多种情况 地下室自然是筹备的重点 而囤货的标准也以可持续使用为主 我们将地下室分成了四个区域 生活区 仓储区 冷冻区和医护区 生活区包括卧室 厨房和卫生间 我们甚至还做了个小小的儿童房 为我们将来的孩子准备 仓储区则是我们囤粮囤货的重要基地了 米面油和生活用品自是不用说 我们囤了在真空包装 保质器内三口之家能消耗的最大用度 虽然我们是为末日准备 但此时末日还未降临 什么都还未知 不必要的浪费还是尽可能减少为好 冷冻区则是将原先几平米的储物间 改成了一个小冷库 这样我们就可以保存更多的肉类和素食品 医护区是老公的专属区域 在不能及时就医的情况下 家人会受伤会生病 而作为外科大夫的老公 自然是我们最大的依靠 医护区内不仅有必备的药物 消毒液 绵带 针剂 甚至还配备了一个无菌区和手术台 谁让我老公是个外科大夫来着 我们还开辟了一块空间专门做水培蔬菜 这样即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如果吃腻了干把的脱水蔬菜和压缩饼干 也可以偶尔尝试些新鲜蔬菜来解解馋 物资的囤积 我俩基本都是网络购买 货品齐全 且不引人注意 而且在几个月内慢慢采购 茶缺骨漏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着 但是 地下室中我最喜欢的采光井 现在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如果想透光进来 采光井就必须用玻璃材质 然而玻璃能抵挡住什么呢 若是院子不幸被入侵 无论是什么 都有可能把玻璃搞坏 从而威胁到我们的人身安全 再三考虑之后 我们决定还是留下采光的佳交玻璃 但是将采光井的区域单独隔离出来 并做了一道坚固的密封钢制门 以备不时之需 这样在安全的状态 大门开放 采光井可以正常使用 在危险来临时 大门一关 地下室就是铁龙一块 任谁都无法轻易侵入 地下室的充足准备 实际上是为了应对 类似核爆炸这样无法在地面生存的灾难的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当然更愿意在地面生活 老公在装修的时候 就已经为整个房屋的墙体和窗户做了加固 消音和防水 并采用了昂贵的空气过滤器 为全屋通风换气 除了给每个窗户 配备了里外都不脱光的窗帘外 地面上的装修 与一般的房屋没有太大差别 如果屋内搞得跟防空洞一般 万一邻居朋友来做客 也是很难解释清楚了 至于电力供应的问题 我们当然选择在屋顶 多备了几块大功率的太阳能供电板 可是我们有冷库 房子的恒温系统和地下室的排水厨师 包括警报和外围的监控都需要用电 加之生活用电 你是说我们这三户房子是单独供电的 我惊其不已 老公则嘘了一声 意思不让我太过声张 我连忙捂住了嘴 那需要交电费吗 老公耸了耸肩膀 看来我们还是得去拜访下邻居了 去拜访的是背靠我们的那户大户型邻居 按响了门铃 不一会儿出来开门的是一个40岁上下 却保养的很好的女人 我们带了些小甜品上门 道明了身份 就被热情地请进了屋子里 叫我惠姐就行 快请进吧 随意点 搬到这里 真是见的人比鬼还少 难得这么热闹 看得出来 惠姐还挺好客的 庭院和房子里的装修都很考究 家具什么的也都价值不菲 这些装饰家一起恐怕都比这房子贵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竟让我们成为了邻居 惠姐 听说园区里只有我们三户是单独供电的 数字供电的就是你们家了 今天我们来一是想拜访下邻居 二也想知道怎么结算电费啊 老公开门见山地问了出来 一个佣人打扮的妇人给我们沏上茶 又上了几个果盘 我们家有特殊需求 我先生的工作断电会有影响 这园区入住率低 供电系统还不完善 索性我们就自己建立一个发电设备 单独使用未免浪费了 分出来汇集一下邻居 还谈什么电费啊 这感情好啊 我心里暗地美滋滋 却也好奇起惠姐先生的身份 看着身家和豪气 肯定不是个平凡人啊 我连忙表示真诚的感谢 老公却被贴在墙上的几幅大海报吸引了过去 这不是王后荣光和吃鸭战场吗 我扭头看了看 就是你昨天开黑开到后半夜等的两款游戏 老公狠狠地点了点头 惠姐优雅地笑了起来 我是不太懂的 没想到我先生设计的游戏还真的有人在玩啊 老公看上去比惠姐还激动 您太谦虚了 这两款游戏可是如今最炙手可热的了 很受欢迎的 没想到出自您先生的手笔 真的太了不起了 老公都从你变成您了 非常的激动 惠姐摆了摆手 面色微红 但看得出来 老公的夸赞 让他也些许有些上头 可别这么说 他只是设计者之一 后面是有很大的团队支持的 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 他充其量就算是个宅男而已 只愿意在家敲敲代码 玩玩游戏罢了 我心里不由的感叹 能有这资产和财力 不会只是宅男那么简单 就算是 恐怕也是顶级宅男了 没想到碰到了个闭式大佬做邻居 这个以后非常有必要搞好团结关系 经常走动一下 不为别的 若是末日来临 可别断了我们的店才好 老公有点局促 话里话外的 好像想见见这位顶级宅男 我可是知道他的小心思 大概是想走后门要点装备啥的 惠姐更是个聪明人 他不懂游戏 可是非常懂得人情事故 当场交了老公的游戏账号 说是要拿给他先生看看 有机会让他们一起打游戏 老公简直比和我领证时候还激动 临走前 惠姐还送了我们一个大礼 除了发电设备 他们家还建了一个独立的网络基站 若是我们不嫌弃 可以与他们共享网络 不限速 比公共网络能快上许多 不嫌弃 当然不嫌弃 我和老公感激涕零 一点也不客气的笑纳了 当然 网费这一块 我们家又省下了一笔开销 当天晚上 老公的账号就出现了SS级装备 和只有大量课金才能获得的稀有英雄 珍贵皮肤等等 不用分说 惠姐的售后相当高效 老公又开黑开到半夜 我嘲笑她在这样熬夜下去 等婚嫁休完 恐怕黑眼圈要搭落到手术台上去 嬉笑的时候 000有人按院子的门铃 这么晚了谁会来我家呢 我以为是惠姐来找我们 毕竟这个园区我们只认识这一家 老公打游戏只穿了件短裤 所以我出去开门了 然而开门之后 我却看到一个半裸的男人立在门前 比老公穿得更加清爽 全身上下指着一件树叶围成的草裙 活脱脱一副野人模样 我尖叫了一声 变态呀 听到我的喊叫声 老公顺手操起一把菜刀就冲了出来 且慢 且慢 我是邻居 隔壁的 可别砍我呀 男人反应极快 老公还没冲出到门口 那男人已经退出去十几米远 我稍微恢复了点理智 颤抖着问 邻居 这么晚了你穿成这样干嘛呀 男人说了口气 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抱歉 这么晚打扰你们了 我家的智能所没电了 我出来倒垃圾的功夫就回不去家了 所以冒昧来你家寄个充电宝 老公狐疑的看着他 借充电宝你穿的野太 那男人也扫了眼我老公 我老公意识到自己也没比男人多穿多少 也就没再说什么 拿到充电宝 充了片刻店 男人终于是进了家门 把充电宝立刻还给了我们 说是明天如果有空 想请我们来家里做客 他知道我们是新住进来的 就当是认识认识邻居 也为今晚的冒昧赔罪 我和老公都是随和开明的性格 自然不会推脱他的好意 第二天中午 我和老公受邀到了隔壁同户型的邻居家 今天邻居终于穿了正常的衣服 你们好 我姓秦 以后邻里邻居的 还请多多关照了 好说 好说 我和老公与秦大哥一起进了他家大门 才真切地感觉到 他昨晚的穿搭 在这样的庭院里也许并不很一类 如果不告诉我这是住宅的庭院 我还以为进了热带雨林 檀根错节的大树 原本游泳池的位置甚至造出了一处野生池塘 茂密的树丛中鸟叫虫鸣 连一处正常走路的地方都没有 你对院子 嘖嘖 弄得停 挺原生态呀 老公找了半天形容词 终于形容了出来 秦大哥黑黑地笑了笑 把我们带进了房门 那房门也已然改成了洞穴的模样 房子的外墙壁也改成了石头装饰 爬满了不知名的爬同植物 这样的装修我俩还是第一次瞧见 欢迎 欢迎 一个戴着眼镜 不找粉饰的女人看了迎接 虽然没有化妆 但看得出长相非常清理可人 这是我爱人 秦大哥介绍道 嫂子好 打扰你们了 女人推了推眼镜 有点不好意思道 叫嫂子好像我多老似的 叫我小田就行 小田看起来比我和老公还小上几岁 叫他小田确实比嫂子顺口鞋 我们客套了半天 终于坐在了沙发上 屋内的装修就正常许多了 甚至比我家还简单 小田端上了几排水果道 昨晚我刚巧不在家 智能所又没电了 如果不是你们 我先生可能要露宿街头了 真是感谢你们 都是邻居嘛 帮忙是应该的 昨天也闹了些误会 想来也是不打不相识 哈哈 秦大哥人高马大 一身贱子肉 却是个容易羞涩的性格 昨天穿成那样 吓到了弟妹 真是抱歉 我也没想到出个门的功夫 能被锁外面 就没换衣服 老公贼兮兮的一副兄弟都懂的样子 拍了拍秦大哥的肩膀 哎呀 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秦大哥知道老公想偏了 连忙解释 却张嘴说不明白 小田把他推到了一边 老秦是野外生存达人 算是个小网红 靠拍些野外生存技能的视频来获得关注 为了方便 我们把院子都装成了外景 昨天也是为了拍摄才穿的草裙 秦大哥连忙点头 对对 我是正常人 平时可不那么穿 我们恍然大悟 要不还真以为他趁着小田不在家 自己玩什么古怪的cosplay 小田喊着开饭 我们便都围坐到了餐桌前 菜做得很实丰富 有鱼有肉 还有不知名的蔬菜沙拉 秦大哥和我们熟悉后 便热络了起来 与老公喝起了啤酒 酒后的男人们开始知无不言了 秦大哥面色红韵 尝尝菜 于是前院池塘里我们养的 为了拍视频 我还在侧院搭了个鸡舍 养了几只羊和一头奶牛 菜也大部分是自己种的 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 就涂个新鲜 确实不一样啊 我和老公嘖嘖撑起 被纯天然土鸡蛋和野菜的 清新气息馋的只有口水 我有些好奇 养这么多动物 咱们邻里邻居的 没听到动物叫声呢 秦大哥摸了摸鼻子 都是偷偷养的 这哪敢打扰邻居 都搭了棚子 还做了消音措施 我看我们背后大户型的邻居 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连哪天把我投诉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哭 你是说慧姐呀 他人好 不会投诉你们的 放心 老公还沉浸在 得到装备的喜悦中 自然要去替慧姐 说上几句好话 你们都认识了 老公有些微醺了 那岂只是认识 可 我们是昨天刚认识 这顿午饭在秦大哥憨然 最去中集数 老公回家也吐了两回合 把一肚子纯天然野味 吐了个一干二净才罢休 男人的友谊就是这样简单 一顿酣畅淋漓的醉酒 两人就开始称兄道弟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们知道了秦大哥 是个退伍的军人 小田是先做了秦大哥的拍摄助理 后来就升级成了太太 我们还知道了 两人被孕一年了 却一直没能如愿有孩子 平淡的日子如流水般匆匆而过 转眼间 我们在这里已然住了三年 有了个两岁的乖桥女儿 末日物资也囤得越来越齐备 慧姐的宅男丈夫 无儿无女 却是得爱热闹的 我放寒暑假时 他便经常约我去喝茶赏花 后来连着小田也加入了我们的茶话会 三家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 而秦大哥夫妇依然没有腰上瓦 最近在盘算着要不要去做事馆 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常里短 无比平凡的日子中 一夜间全球爆发丧失病毒 我和老公的末日妄想症得以痊愈 因为一切不再是妄想 末日正在降临 末日降临时 我在放暑假 老公没职业班 女儿就在我们身边 家里其他人也都居住在高层顶楼 我们陆陆续续为他们囤了不少物资 暂且不用担心 夜深 外面静悄悄的 装修的时候围墙就被我们累得有两米高 墙上面还有一米高的细腻铁丝网 铁网是可以通电的 隔壁小田还笑过我们 是不是在家藏了什么宝藏 才会把房子武装成这样 我们也只是说怕地界偏远的 以防个入室抢劫啥的 不久之后 还成功游说了惠姐和老秦美家 都安装了通电体丝网 以前自然不必将电源开启 以免误伤无辜 如今这个时候 我和老公第一时间就开启了所有防御系统 度觉发生意外 这样无论是来的丧尸 或是别有用心的外人 想翻墙进入我们三家 都是不太容易的 我们小区人少 自然感染的人也少 加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还没大规模的丧尸群在外面呜呱呱 不能有光 老公拍着脑门 地下室囤了好多里外 都不透光的窗帘 是为了我们邻居准备的 现在还不明显 若是再过些时日 城区大规模停电 哪里有光 哪里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老公连忙上线来到群寮 让邻居们迅速来 我们唯一一处三家庭院都相邻的墙壁 把窗帘给他们分别扔了过去 并叮嘱他们把院子里的光源全部熄灭 我们三家要看起来没人居住 才能暂时安全 当大家全部换上了窗帘 熄灭了户外灯 我们又上线群聊 开启了第一次灾后邻里战略大会 老公邻居们 现在是特殊时刻 我们三家相邻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我们一定要团结友爱 互相扶持 才能共克时间 大家当然都知道 如今这种情况 如果邻居有一家沦陷了 那么就很可能波及另外两家 所以无论愿意不愿意 在这个时候先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都不会错 我们三家邻里关系 可以说是非常融洽的 三个女主人已经处成了闺蜜 而三个男主人 更是好哥们加好网友 加好酒友 加开非好队友 但那都是在和平的年代 如今生死存亡之际 谁都不会保证朋友 会不会为了一点点资源 就反目成仇 因此 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发生 利用各自手中独有的物资 相互制衡才是关键 但是 我和老公还是低估了 邻居们的格局与感情 惠姐 我们家继续为大家公殿公网 邻居们不必为断殿担心 我松了口气 家里的米面消耗光了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主食 我和老公确实是多囤了 但不是些 这些年积攒下的各种米面杂粮 够我们零里三加七个人 用上了几年没啥大问题 而且我们还专门购买了水稻育苗容器 可以自行种出少量的水稻 供我们几个人持续用粮绰绰有余 小田 有主食怎么能没菜呢 感谢各位邻居的不投素贞 新鲜蔬菜 池塘鱼 土鸡蛋可以为大家奉上 老秦 对 还有新鲜的牛奶 忘了老秦家还养了一头奶牛 慧姐 甘甘 鲜花 老公 老秦 我记得你家还有几只羊来着 老秦 僧多肉少 仅羊奶和羊毛可以提供 老公 开玩笑归开玩笑 各位邻居 由衷提醒 不要做太香或者味道太大的食物 以免引来更多的麻烦 慧姐 小棠说的很对 人类感染了WD033 就会丧失人类特性 只靠嗅觉本能寻找攻击对象 所以一定不要做有浓重味道的食物 小田 WD033 那是病毒的名字 大家都注意到了 慧姐半天没回复 过了几分钟才回答 慧姐 嗯 对的 刚刚看了新闻说的 我和老公连忙打开了电视 病毒刚刚爆发 新闻记者也都在线播报 新闻滚动字幕说刚刚得到消息 此次病毒爆发疑似 因为在安国的实验室泄漏造成 病毒的具体情况和泄漏原因 还需继续调查 又隔了几分钟 新闻爆出该病毒为编号WD033的软病毒 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让大家减少外出 居家避险 刚播出的 老公有点猛 不太确定的问我 我点点头 可能是有别的电视台消息更快吧 也只能这么解释 否则会解决的每日喝茶赏花的贵妇 怎么会知道病毒的名字呢 我和老公只质疑了片刻 便不再理会了 毕竟现在什么都没有生存更重要 丧尸病毒蔓延了一个星期 我们三家暂其安全 通过监控查看 街道上只有偶尔几只零星丧尸徘徊 并不能构成重大威胁 我们每日都会开线上礼礼大会 来互通有无 老秦 我家没凉了 现在仅存一袋番茄味的薯片 是最后的干粮 愿折架于小堂换代米 老公 为难可是我不喜欢番茄口味啊 老秦 那给你们炖锅鱼汤 给国国补补身体 国国是我两岁的女儿 老公 语音信息叔叔 薯片 叔叔 片片 片片 国国拿着他爸的手机回复了过去 计算着 老秦家的凉没了 但是有蔬菜鸡蛋能吃 不至于饥饿 可是惠姐家却从来没提过 去量缺菜的 难道也提前囤了吗 我和老公私下讨论过 有必要让大家都交交底 也好计算下三家的 必要物品用量和食物分配 为未来长时间的 自己自足做准备 我把想法在群中 简单说了一下 其实主要就是说 给惠姐一家听 他们一家给我的感觉 虽然都是好人 也很亲切 但神神秘秘的 总觉得是在隐瞒着什么 可是没等来惠姐的回复 却等来了 惠姐老公顶级宅男的消息 要知道 他除了约老公和老秦打游戏 几乎都不在群里说话 顶级宅男 警报警报 有人要进到我们的院子了 小田 我们的围墙 不都装了通电的铁丝网吗 怎么进来的 顶级宅男 大概三个人 用铁锹打翻了几个丧尸 然后准备了高梯 还穿了绝缘衣 现在正在房子的侧面 往院子里翻 糟糕 这明显是踩过点的 这几栋房子修得 比别的住宅安全等级高太多 还是太引人注目了 顶级宅男 我和阿辉已经在后院了 一二第三 胜算太小 大家给想想办法 顶级宅男把家里的监控 共享给我们 我们都清楚地看到了 三个男人正在 一点一点地爬上铁丝网 由于围墙建得太高 铁丝网通电还带尖刺 十分难对付 他们穿着绝缘衣 行动不灵活 翻的速度很慢很笨拙 老秦 要是有枪就好了 老秦是退伍军人 可是我们就算再厉害 再未雨绸缪 这种围巾武器 还是囤不到的呀 顶级宅男 玩具枪行不行 老秦 什么样的玩具 能伤人吗 顶级宅男 仿真玩具狙击枪 射成和真枪一样 只不过没有真子弹 子弹是弹珠 没户具的人中枪 会欲轻受伤 能打鸟 老秦那边沉引了片刻 估计是在估算敌人实力 老秦 够用 通过监控 我们看到在后院的公共墙壁处 顶级宅男 将玩具枪扔到了老秦的院子 老秦穿着背心 扛着枪悄无声息地 蹲在了墙根下的阴影处 那是老秦家院子唯一一处 能看到会解家院子墙的位置 也多亏这三人是在侧面翻 要不即使老秦手里有枪也无计可施 突突突 三声轻微地响动 玩具枪上竟然带了消声器 三个翻墙的人被准确无误地击中头部 吃痛后 不受控制的硬声倒了下去 摔到了墙外 将近三米的高度 就算有准备的人 控制身体 跳下去也会摔得七昏八速 何况他们三个都是后养下去的 顶级宅男 利海束大拇指 老公 老秦牛逼 我们通过顶级宅男共享的监控视频 发现那三个掉下去的人都摔晕了过去 不一会儿 他们受伤流血的气味便引来了附近的几只丧尸 他们被拖走了 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群里面安静下来 我们只是平凡的人 虽然我们三家默契的都没有选择当圣母 但不代表见到这种场景 不会恐惧和悲伤 在末日模式下 以我们的渺小 或许只能做到保护最亲近的人艰难地活着 经过会解家险遭入侵的事情 我们更加警惕了 为了应对突发危险情况 我们的安全等级和防御措施必须要重新规划和安置 可是想重新安排 就需要物料物资 以我们一家之力是不可能全部承担下来的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们三家虽然有强体相隔 但已经同生共死了一次 算是一个team大家庭了 既然定了共存王的基调 在后邻里战略大会正式开幕 老公 邻居们 为了应对灾情 导致邻里关系健康向上的发展 我们之间要遵守四互原则 即互相坦诚 互通有无 互帮互助 互无隐瞒 小田 堂哥是有些体质在身上的 老秦 知无不言 俱无不细 小田 你是有点没文化在身上的 那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老秦和小田两口子在打去 然而我们一直关注的惠姐一家却半天没有声音 正当我们以为这次战略大会 要以人缘未到其草草收尾结束的时候 惠姐终于回复了我们 惠姐 对不起 邻居们 我是有些秘密在身上的 所以刚刚一直在迟疑 可是我和我先生商议后 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们 因为你们刚刚救了我们一家的命 在这场战役中我们是战友 是家人 我们不应该有所隐瞒 但我还是真心的希望 你们在听了我的故事后 依然能够信任我们一家 说完 他发了一个安装文件 那是顶级宅男自己做的聊天软件 未免秘密外露 以后我们都会用这个软件 进行线上沟通 惠姐说的很严肃 很诚恳 我就知道他有秘密 果然女人的直觉都很准 群里暂时没人说话 大家都在等惠姐把那个秘密说出来 没人想把断 惠姐 故事有些玄幻 我只能简单说说 你们也只当故事听听 惠姐 在搬到这里之前 我曾受派遣到M国做研究员 在工作期间 结识了M国内的一个 存藏百年的极端组织 这个组织极其隐蔽 里面是在做前沿的生物研究 或是杀人狂魔 总而言之 不会做些好事 而临床试验表明 他们激进成功了 我的任务就是深入这个组织 端了他们的老窝 当然参与这个任务的人有很多 本国的外国的 许多人进去了 大多石沉大海 有去无回 我是幸运的一个 隐藏的比较好 感谢我掌立副与世无争的模样 Oh my god 这是什么玄幻故事 我以为我禁了猛呼 不过惠姐确实人美又亲近 谁会想到她会有这样的神奇经历 惠姐接着马字 虽然任务听起来很酷炫 实际上我只是个 没有武力加成的研究员而已 我的计划就是在合适的时机 销毁关键的研发数据和成果 我为此潜伏了近十年的时间 变成了组织的核心信徒 过程如何艰难 我不做赘述 但结果是我成功了 在确认所有主数据和备份文件 全部销毁后 我全身而退 但我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文件 就是研发人员的大脑 我可以销毁所有存当的数据 但是我不能消灭人的记忆和智慧 而最关键的研发人员之一 就是这个组织的发起者 没人知道他是谁 我自然也不能找到他 回来之后 我得知他们的研发进度受到重创 也勉强算是完成了主线任务 但胜利还远远未大 我身份暴露 不能再回到任务中 只能隐居起来 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直到三年前 我开始从电视 新闻甚至一些噱头热榜的视频中 看到了一些人染病后 行为怪异的现象 我推断这个组织 还在孜孜不倦的前进 我毁了他们重要的数据 让他们的研发成果略微跑偏 这些本该指哪打哪的人 成为了传说中的行尸走肉 而且据我的了解 这些病毒是带有极强传染性的 任务结束后 我和我的上级失了所有联系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把我的猜测上报 只能默默的在这里建立避难所 囤积灾后物资 我曾经试图警告我隐居后认识的朋友们 让他们做好准备 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却逐渐疏远了我 所以我就再不敢向别人提到这件事 至于发电站这些 当然我先生的工作需要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原因是为现在这样的情况做准备 对不起 亲爱的邻居们 我没有提前告知 也没有提醒你们灾难的来临 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的自私和无奈 更要感谢你们 你们是我回归正常生活后 把我拉到阳光里的亲人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另外 我家的物资都是按照三家份额准备的 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告诉你们了 缺一少粮的时候 我会全力支持你们的 群里是良久的沉默 可是 五分钟过去后 老秦 我家没凉了 现在仅存一袋番茄味的薯片 愿折架与惠姐换代米 老公 语音信息会一一 抱抱 抱抱 知己知彼 百战不代 惠姐一家坦白后 我们家和老秦家选择继续信任和团结 当然 我和老公为表诚意 也坦白了我们同伙的前因后果 老秦 感情就我们一家啥都没准备 老公 可别这么说 你家是玩和持续生态发展的一派系的 跟你比 我们都是弟弟 老秦 也是 想吃口新鲜的还得靠我 惠姐 经过上次被人偷袭的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们发现武器 你们姐夫还有些存货 有空尽快来家里挑一挑 惠姐的话倒是提醒了我 光顾着坦白局了 更重要的事儿忘在了脑后 我 邻居们 还有防御升级的事情 也得提上日程了 惠姐 都来我家集合吧 我们一起商量一下 我们需要在物资物料上互通有无 出大门大摇大摆去串门 肯定是不现实的 而如果一直在户外的共有围墙处沟通 未免也太扎眼还不安全 因此 我们找到了地下室的公共通道 因为是连排比数 所以我们三家共用地下室的设备间 除了共用墙壁外 这是我们唯一的公共空间 刚好 我们三家早在装修时 分别都在设备间开了一扇防盗门 设备间里空间还比较宽敞 顶级宅男为三扇防盗门 安装了他早准备好的电子锁 这个锁可以指纹 也可以用机械钥匙 但前提是必须三家中的任意两家 同时在家中进行同种方式的正确识别 才可以开启 举个例子 我想去惠姐家 必须我或者我老公 和惠姐或者她老公 在自己家中同时用同种方式解锁 两家的门才能开启 如果只有一家或者解锁方式不同 那么门就是摆设 谁也撼动不了 外出后 回家也是同样步骤开锁进门 外人如果强制解锁或者破门而入 会引发一些毁灭性的机关 据顶级宅男解释 设备间有一些重要的管线和设备 关乎生存 所以谨慎些也是应该的 电子锁有一个更牛逼的功能 在采集指纹的同时 可以直接无痛踩指尖血 惠姐曾是M国实验室的研究员 在她了解到任务尚未完成 危难爆发前 她就重启对WD033丧尸病毒的研究 所以 在丧尸席卷全球后 她迅速研发出了检测病毒的方法 电子锁的采写数据 直接连接她家实验室的数据库 可以立刻辨别拜访者 是否感染丧失病毒 只有检测结果无碍 两家同时解锁才能生效 这些措施虽然繁琐了些 但却在保障每一位邻居的居家安全 我们都非常愿意配合 所以 我们三家集体录录指纹 集体采血 然后一起打开防盗门后 终于来到了惠姐的家 在末世降临后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集体面对面会晤 国国坐在婴儿车里 好奇地参观着惠姐的家 我们跟着惠姐一起来到了顶楼的一个房间 打开灯后 我们都惊讶地合不上嘴 这是在家里开了一个玩具城吧 本来非常宽敞的房间 紧密地摆放着陈列柜 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模型和手办 有整整一面墙上都挂满了枪支模型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进了军火库 顶级宅男挠挠头 我是做游戏的 这都是我游戏中的武器模型 不知不觉收集了这么多 所以就腾出一个屋子来装 老秦猴老公的眼睛都亮了 一直在流口水 这也太可以了吧 惠姐连忙招呼我们 快挑挑 有没有衬手的 虽然都是模型 但是和那天老秦用力一样 都能打鸟 我们一人选了一把 还一家捧离箱子弹珠 以防不时之需 小田端着和他身形完全不匹配的大局 有些担忧 先不说武器我们会不会用 即使个个都是神枪手 这些玩具也只能对付灵星几个敌人 如果是一队人 我们就得马爪了 小田说的也正是我担心的 丧尸是低质商物种 只会平面前进 丧尸的威胁几乎为零 所以和丧尸相比 想动歪心思 暴力抢夺生存资源的人类才是更可怕的 现在末日才刚开始 我们地处偏僻 才少有人涨上来 如果时间在九点 或者偷袭惠姐家的那三个人 只是先去不对来踩点的 那我们的境地可以说是非常危险了 惠姐看出我们的担忧 拍了拍我和小田的肩膀 正准备说什么 突然我们所有人腕上的手表都震动起来 手表也是惠姐送给我们的礼物 可以在家里无线通话 查看实时监控 还有报警功能 这种震动的模式表示 有活人侵入我们房子 外围50米的范围内了 惠姐一家早在搬入别墅时 就在房子四周50米的范围内 都安装了监控和警戒报警信号器 我们围在一起看监控画面 监控甚至还有收音功能 侵入进来的是三辆大吉普 和一辆小型皮卡 他们把车停在了惠姐家的对面 也就是正对我家和老秦家大门 大概三四十米的位置 从车上一共下来二十几个人 全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 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铁钩 每手的男人身高能有一米九 脸上横着一条刀疤 光看一眼就觉得让人害怕 他插着都 就是这里吗 旁边一个光头肌肉难点点头 没错 阿四兄弟三个就是来这里探风后 再也没回来 这里偏僻 还是别墅区 人口少 丧尸也少 他们三个对付丧尸经验丰富 多半不是被丧尸袭击的 像是被哪个业主偷袭了 刀疤难眯起眼睛 仔细观察着我们的房子 这几栋别墅明显比别家安全等级高 大家注意安全 把这里拿下 咱们就有大本营了 运气好的话 可能还能有美贵妇公哥几个玩玩 有人兴奋地吹起了口哨 立刻被光头难打了一巴掌 你小子小点声 你要打草惊蛇了 老子把你喂丧尸 后面的人开始从皮卡上运下梯子 绳子 甚至还有大片刀 动作流畅 合作默契 期间还击退了几只游荡到附近的灵星丧尸 看样子 他们是个有组织的专业掠夺者 老公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他手心里全是汗水 不能让他们进来 只有把他们挡在院子外面 我们才能抵抗 慧姐 你的玩具枪能不能搭在麻药 我可以马上配置 老秦也一脸警觉 你家顶楼市也怎么样 我需要一个制高点 很久都没说一句话的顶级宅男走了出来 大家先冷静一下 他和慧姐对视了一眼 慧姐冲他点点头 等他们再靠近些 我有更好的办法来收拾这对人 顶级宅男在电脑上摆弄了几秒钟后 在OK的按钮上轻点了一下 搞定 他自信地直起了腰 但监控画面里 那队人已经准备妥当 正捏手捏脚地向我们的房子走来 我们面面相去 但出于信任 我们都没发生质疑 老秦已经握着一杆玩具去随时待命 慧姐却优雅地拿着咖啡坐了下来 不知道地以为他看的不是监控 而是文艺电影 顶级宅男搓着手 好像他设计好的游戏 正在上线测试般兴奋 容我先卖个关子吧 那队人越来越近 我们甚至看到他们已经把梯子架到了围墙上了 小田钻到了老秦的怀里 我一手抱起果果 另一只手掐着老公的手掌 心脏砰砰地跳着 一旦他们翻过围墙 我们就 突然 手表又震动了起来 手表的警示可以区分活人和丧尸 这次的提示表示 有丧尸在靠近 慧姐做了一口咖啡 神情淡定 屏幕上 陆续出现了丧尸 一只 两只 很快四面八方 涌来了几十只丧尸 远方还有陆陆续续的丧尸 不紧不慢地朝这里行进 光头男催了一口 草 谁说这里偏僻 丧尸少的 他妈的 快成尸巢了 他们立刻挥动起铁稿 对付丧尸 有几个反应快的 已经开始攀爬梯子 企图先翻进院子躲避尸群 老秦可不会给他们机会 只要爬上梯子从围墙露出头顶的 通通被消音玩具具抱头掀翻 院子外的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这二十几个人渐渐寡不敌众 其中十几个人被咬伤 还有摔晕了被拖走的 光头男一边敲丧尸 一边吼着 声音都带了哭腔 老大 这地方太邪门 我们快全军覆没了 刀疤男早就一边招架丧尸 一边向吉普车的方向跑 撤 仅存的几个伤兵残将好不容易上了车 却被诗群尾的水泄不通 刀疤男一边踩油门一边怒吼 这鬼小区是丧尸老巢吧 谁他妈给的情报 老子回去砍了他 光头男鼻涕眼泪的呼了一脸 就阿四他们撒流的消息 我真是鬼迷心翘了要过来给他们报仇 刚才还看到他们几个在丧尸大队里咬伤 我们好几个兄弟 刀疤男狠狠的一脚油门 终于压着像墙一样的丧尸群冲了出去 多亏了吉普车的性能比较抗燥 一六烟的消失在了夜幕中 刀疤男的掠夺队伍最终跑出去五个人 这五个人中多多少少也都带了点咬伤和抓伤 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感染 但这都不是我们操心的事了 看完监控 我们都有些腿软的瘫坐在了地板上 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丧尸 老公代替我们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顶级宅男开始了游戏设计理念的发言 其实我们在别墅顶上安装了一个装置 可以发出我们设定好的声波信号 范围大概是五公里以内 你们都知道 阿辉之前做过实验室的研究员 他们创造出来的指哪打哪怪物 就是利用声波来接收指令的 同理来讲 现在的丧尸虽然行为上有点跑偏 但仍对这个声波有强烈反应 所以才会听指令聚集到这里 多亏阿辉之前记录过声波的频次与波段数据 我们才想出这个装置 就是为了对抗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和大队活人硬碰硬绝对不占用事 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不是吗 我们几个情不自禁的为顶级宅男夫妇二人鼓起了掌 真是优秀 可是外面的丧尸怎么办 好像有越聚越多的趋势 老公偏了一眼监控屏幕提醒我们 顶级宅男挠了挠头 这个就没办法了 只能等他们过了劲 自行散去 这是一个小罢 所以之前来的人少 我们都没敢用这个装置 丧尸被挡在围墙外面 但围墙做了家步 只要不是数以万计的失潮之冲 相信不会构成威胁 就是看着有些隔应人 我和小田互相搓了搓满是鸡皮疙瘩的胳膊 只有慧姐还有心情给我们摆了几盘甜品 大概是这个别墅区 在掠夺者的圈子出了名 在刀疤难之后 再没有掠夺队伍出现 我们的生活终于恢复了瓶颈 经历了三个月的末世生活 我们逐渐适应了目前的节奏 从收音机里 我们也了解到 祖国已经迅速建立起幸存者基地 投入研制抗体疫苗 并且紧锣密鼓地实施灾后救援行动 我们小区实在偏僻 居住人群又少 在我们得到消息 又过了两个月 才有一支全副武装的军用车队经过 车队一边消灭路边的丧尸 一边用大喇叭广播召集幸存者 我和老公观察了一会儿 便迅速上线 我 邻居们 我们要不要去幸存者基地 小田 现在我们还能自己自足 要不先不给国家添麻烦了 慧姐 我刚刚盘算了我们的剩余物资 囤货够我们三家一起用三五年不是大问题 况且我们还都种了些粮食 我和老公在地下室的下沉花园里 做了小型温室大棚 在里面种了少量的庄稼蔬菜 当然也备了种子 分给了邻居们 每家都种了不同的品种 以这种模式 我们一起活个五年以上是没问题的 运气的好的话 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重建天日 与幸存者一起重建新家园 顶级宅男 安全等级也暂且够用 我会逐渐完善我们的安全措施 就这样 我们都决定暂时不去幸存者基地了 我们从监控中看到 车队在我们小区逗留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再没出现任何一个幸存者 车队在临走之前 留下了部分物资 但我们都默契的没有去哪 想把它留给小区内真正需要的幸存者 车队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来了小区三次 每一次都在不同地点分发了物资 在车队最后一次出现在小区之后 车上广播循环了一个小时 他们将在未来的半年中 每一个月来小区一次 清除剩余的丧失 寻找该地区的幸存者 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反应机制和救援速度 心中的安全感悠然而生 心里那块始终悬着的大石头 如今也稍稍平稳地放回肚子里 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末世将会很快结束 我们的生活进入了正常的状态 由于失去大多没有恢复电力和网络 所有大平台的游戏都无法正常运行 顶级宅男便自己研发了一款游戏 只供老公和老秦他们三个人 在家里的局域往内玩玩 三个人经常开黑道半夜 仿佛回到了末世之前 我则实现了每日种地耕田 看书带娃的慢节奏生活 偶尔还会和邻居们在一起喝喝茶 赏赏惠姐院子里砸草丛生的野花 吊吊老秦院子里的池塘养殖鱼 惬意的日子过了半载 一天老秦紧急上线 老秦小田很不舒服 请问邻居们有没有治疗肠胃的药物 老公作为这里唯一的医生 立刻回复 老公具体什么症状 老秦吃什么兔什么 四肢无力脸色苍白 What 这症状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 我连忙和老公说出了我的想法 并且嘱咐老秦 在我们去他家之前 不要给小田用任何药物 惠姐一家也从我们的对话中 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 便约着和我们一起拜访老秦家 小田看起来确实很不舒服 他贪卵的坐在沙发上 有气无力的看着我们 老秦急得满头大汗 这两天我们也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都是平常的米粮 最多吃了回池塘中刚死的鱼 难道是鱼变质了 老公拍了拍老秦的肩膀 先不用着急 我们看看情况再说 我神秘兮兮的从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放在了小田的手里 这是什么 小田不解的看着我 我示意他看包装上的说明 小田瞪大了眼睛 你是说我 我点点头 这是我之前背的 虽然有可能过期了 但大概率不会影响结果 惠姐立刻戴到了我的意思 陪着小田一起进了卫生间 这时候老秦也看明白了 他抓着头皮 有点不知所措 应该不会吧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成功过 老公用胳膊肘撞了他一下 冲他挤着眼睛 漠视都能被我们赶上 还有什么不可能 话说我们囤了所有东西 唯独没有囤寄生用品 也许这就是天意 五分钟后 惠姐陪着小田走了出来 看着艳运棒上浓浓的两条红线 我们每个人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小田怀孕了 这是末世以来最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我们拉上不透光的窗帘 在老秦家张灯结彩 捏手捏脚地庆祝了一个晚上 现在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将要出生的宝宝做准备 让我没想到的是 惠姐作为丁克一族 竟然囤了新生二必备的 各个阶段的奶粉和纸尿裤 甚至还有奶瓶和宝宝药品 这足以证明 他是为邻居们长久考虑过的 而且考虑得无微不至 甚至把有可能的天人进口都算在了其中 我们家自然也要尽心尽力 老公不是妇产科医生 从确定小田怀孕的那一刻起 他开始恶补妇产医学知识 为孩子将来的出生 做好充足的准备 我则开始张罗 把国国以前的小衣服和玩具都找了出来 老秦则直接变成了超级护工 独揽全部农耕家务 也难为他每天用我们单调的粮草 变着花样的为小田做营养餐 增加他的食欲 想到不久了以后 会在屋子里多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子 一种莫名的温暖就笼罩着我们 就像是我们的延续 就像是在这阴霾的末世中 突然照进了一束亮光 小田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赶上末世生活后的第一个春节 大街小巷仍旧是冷冷清清的 但是在我们三家别墅里的景象却热闹非凡 老秦破天荒地杀了之际 做了一桌子山珍野味 招待我们两家一起过春节 我们一起包韭菜鸡蛋馅的饺子 还蒸了一大锅馒头 寓意蒸蒸日上 顶级宅男则又在众人面前露了一首 他用一首精湛绝伦的毛笔字 写了三幅对联 对联的内容不似以前的招财劲宝 四季常青 句句都是对末世结束的 美好愿望和万家祥和的字样 很是应景 饭桌上 老秦拿出了他珍藏许久的茅台 美人珍上一杯 他有些激动 不停地感谢遇到我们这些邻居 让他在漠视之中幸存 随后 又抬头感谢上舱 让他和妻子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每个人都开心 又哭又笑 杀内间忘记自控声音 但想到屋子里的隔音措施 又不禁想放纵一次 慧姐喝了好几杯 她有心事写在脸上 几经追问 慧姐终于借着酒劲说了出来 原来 她利用以前收集过的资料 还在继续研制丧尸的血清抗体 现在在研发道路上有了一些突破 也碰到了瓶颈 她急需一具活体丧尸来做临床研究 然而小区内的丧尸 基本上都被上次的军队消灭干净了 至少在近一个月内 我们在监控中没有发现任何丧尸 想要抓活体丧尸 我就必须得启动上次的升波设备 慧姐的神情有些担忧 启动这个设备 可能会引起不同的结果 要么在设备升波的范围内没有一只丧尸 要么可能引来一群丧尸 围住我们的房子被你们造成危险 更有可能 我们成功抓来了一只丧尸 但我的实验仍然没有成功 我们深知慧姐肩膀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我们能做到 就是无条件地支持她 慧姐 只要是造福人类的举动 你都可以放手去做 抓丧尸吗 我老秦最拿手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吩咐 老秦说完养伯灌了一口辣酒 老公也干了一杯 单论武力值 我不如老秦 但当实验助手我还是十拿九稳的 慧姐 相信我们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和小田抱紧了慧姐 革命的道路有成功也会有失败 有收获也会有损失 无论怎样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顶级宅男已经倒在桌子上了 但他的手从未放开慧姐的手 慧姐难得露出来笑容 将杯中酒一言而尽 于是 在大年初五的早上 我们就开始行动了起来 我们都来到了慧姐的家 看着顶级宅男和慧姐一起按下了那个召集丧尸的按钮 事实证明 军队的消杀效率很高 声波开启了半个小时 周围愣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过了40分钟32秒 就在我们要放弃的时候 所有人的手表突然间响起来 提示有丧尸进入了我们的监控范围 我们记忆外又惊喜 连忙去查看 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名女性丧尸 这名丧尸的衣着完整 除了眼球灰白 牙齿变黑外 她的身上没有过多的伤痕和脏污 她的四肢也保存蛮好 看来是一只刚转变不久的丧尸 可是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她的肚子上 她的腹部微微隆起 显然她在转变之前 是一个怀孕的女性 小田看着屏幕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慧姐 我想问一下 如果在转变前怀孕的丧尸 那她腹中的孩子生出来也会变成丧尸吗 慧姐摇了摇头 虽然我没有学习实验过 但是以这种情况来看 她的孩子大概率已经胎死腹中了 可能是因为家里有新生命要降临 我们面对着监控屏幕 有了一丝犹豫 老秦咬了咬牙 不管了 无论以前她是不是孕妇 现在也已经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存在了 而且她是我们目前为止唯一的选择 不是吗 老秦的话点醒了我们 我们收起了那点不值钱的圣母心 开启抓捕丧尸的计划 人类变成丧尸后 无论男女老幼 力气都会变得出奇的大 所以我们的计划必须周密 在尽量减少人员受伤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实施抓捕 老秦是我们当中战斗经验最丰富的人 无论是跟人还是非人 他用绳索捆绑出一个奇怪的形状 他说这是捆尸所 他还在不对的时候 就用这种捆尸所捆绑深山里的僵尸 这些本该是保密的工作 但如今连丧尸都满街跑了 说出僵尸来也无关紧要 这种绳子的捆法还可以对付发疯的野猪 所以对付一只丧尸绰绰有余 捆尸所需要三个人配合 一人拉住绳索的一端 将被捆的东西紧紧的包围住 东西就在无可能挣脱绳索逃走 现场正巧就有三个男人 老秦 老公 还有顶级宅男 他们当然不让的是抓捕丧尸的主力军 那位怀孕的女性丧尸 循着声波的方向 摇摇晃晃地向房子围墙靠近 我们三个女主人围坐在屏幕前 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当丧尸走到我们早已埋伏好的围墙底下时 惠姐立刻关闭了声波设备的开关 老秦早已在围墙上准备好 看准时机 他便跳了下去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他手中的套索精准地套在了丧尸身上 老公和顶级宅男也从大门冲了出去 一边一个分别拽住了绳索的另两端 丧尸被牢牢地困在了绳索的中间 我们从监控中看到老秦的绳索 好像特意避开了丧尸隆起的肚子 三个男人齐心合力 终于把丧尸拽进了院子里 并且迅速地关闭了大门 丧尸抓捕行动 初步告捷 接下来 丧尸被拽到了惠姐家 位于地下室的全透明密闭房间里 这是惠姐早就设计好的 专门看管丧尸的地方 丧尸被安置好后 三个男人退出了房间 他在里面拼命地挣扎 只见惠姐按了一个按钮 房间立刻充斥出物状的气体 不一会丧尸便昏厥到底 不再动弹 这是专门迷丧尸的迷药 有极强的麻醉效果 至少会让他两个小时内不能活动 五分钟后 在确定他真的完全不动后 我们几个人一起进到了房间里 老公和顶级宅男将丧尸 抬到了置于房间中间的台子上 并把他的四肢和身体牢牢地固定在上面 固定袋是用纳米材料制成的 即使是用一辆小汽车拉扯 袋子也不会崩裂 当所有安全措施都做完之后 惠姐开始初步检查丧尸的身体 他将手轻轻地放在丧尸的腹部 突然惠姐的脸色一沉 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手 我们也被惠姐的变化吓了一跳 连忙凑上前去 看着惠姐手的方向 几秒钟后 惠姐手下的肚皮 微微地如动了一下 这 这是胎动 我张大着嘴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小田立刻浮上自己的肚子 这样的感觉 她再熟悉不过了 惠姐严肃起来 开始对丧尸进行全面的检查 老公也跟上前去帮忙 女性丧尸 年龄在28到30岁之间 刚刚转变不会超过24小时 由于转变时间短 严格来说 她现在还处于转变过程中 血液没有完全被污染 体内还在继续进行着养分的输送和循环 所以她肚子里的孩子 有极大的可能还活着 惠姐解释着 老公用听诊器 听到了丧尸肚子里孩子微弱的心跳声 进一步证实了惠姐的猜测 这样的情况 这个孩子还有可能降生吗 小田问出了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那就只能等待临床试验的结果了 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 我们家和老秦一家都暂时住在了惠姐的别墅里 我们每天都期待着惠姐的临床数据 老公作为助手 也在实验室里连续奋战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令人惊喜的是 惠姐血清抗体实验的进展非常顺利 那名女性丧尸没有再继续恶化 甚至有停止转变的迹象 在医疗药物的加持下 丧尸肚子里的孩子也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 我们所有人都偷偷地松了口气 五月的天气很是宜人 算了时间 小田即将临产 我们三家变得紧张稀稀起来 老公早已把地下室的医疗区变成了代产区 我和惠姐每天都不停地学习 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助产师 可是小田挺的肚子 依然稳如泰山 没有任何发动的迹象 倒是那只丧尸 近些日子宫缩剧烈 好像要比小田提前发动 说到丧尸 经过惠姐自自不倦地努力 她的皮肤颜色逐渐从灰白转变成了苍白 黑色的血液 也有了鲜活的变化 虽然 她的眼睛和牙齿再也不能恢复如初 但总体上 她变得更像一个人类了 她甚至还恢复了一些智慧 能够辨别声音和方向 以前主动攻击的行为 也稍有收敛 她身体中的部分内脏也恢复了些许功能 对于惠姐的研究来说 这是相当大的进步 说明她的方向是正确的 进入末世模式近两年的时间 虽然祖国在大力进行灾后重建 但现在仍然没有进入到正常的生活和生产中 五一劳动节没有假期的概念 但我们三家仍然聚在一起 吃了个丰盛的午餐 午餐进展到一半 惠姐的手表突然警示 她打开监控发现 一下室的实验室中 那名丧尸在痛苦的吼叫 要生了 要生了 大家都快点 丧尸经过惠姐的治疗 早已恢复了神经 能够产生痛感 此时剧烈的宫缩让她痛苦不已 我们扔下饭碗 飞快地赶到了地下室 透明的房间里 那只丧尸用双手扒着玻璃 她的表情痛苦却带着祈求 虽然失去了视力 但她灰白色的眼睛里却溢出了清澈的泪水 惠姐开启物化麻醉丧尸 虽然这样很可能会影响胎儿的健康 但是我们别无他法 为丧尸接生 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几秒钟的时间 丧尸便一动不动了 带麻醉的雾气散尽 我们走了进去 必须尽快为她实施偷妇产了 否则胎儿也会有危险 老公连忙点点头 她在来的时候 已经把所有的外科用具都带了过来 为了安全起见 只有我和老公 还有会解穿着防护服 进入房间给丧尸做手术 老公在此之前 已经模拟偷妇产了无数次 此时 她的手法非常娴熟 十几分钟的时间 便成功从丧尸的子宫里取出了胎儿 在手术前 我们已经对母体和胎儿 进行了丧尸病毒的阻断 当一个粉粉嫩嫩的男婴 被老公举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是人类的孩子 我们都欣慰地笑了起来 哎哟 哎哟 老公还在给丧尸缝合伤口 小田却神色痛苦 脸色苍白 之前稳如泰山的小田 不偏不倚地挑在这个手发动了 快先带她去我家的待产室 你们也一起过去 先不用着急 胎只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缝完丧尸就马上赶过去 老秦掺了小田 我抱着刚出生的婴儿 慧姐一家推着果果的婴儿车 手忙脚乱地把他们送到了 我家位于地下室的待产区 我赶紧给小田传授经验 教他用拉马则生产呼吸法 减小产前阵痛 小田是第一次生瓦 自然十分紧张 但也非常配合我们 待用呼吸法之后 显然痛苦减少了许多 人也放松了下来 我们静静等待他开支 等待的时间好像过得一场缓慢 因为我们的主治大夫 我爹老公 他一直没有回来 是不是时间太久了点 我有些着急 小田和丧尸不同 丧尸虽然被慧姐治疗 恢复了些人类特性 但目前终归不算是人类 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压力 与给小田接生比较小很多 而且他生产时处于全马的状态 至少不会有那么长时间的痛楚 可小田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生产 还要面对产中的各项危险 合产后大出血等位置意外 危险系数增加很多 老秦更是紧张 他准备和顶级宅男 一起回到慧姐家的地下室去找老公 可是五分钟之后 我们却收到了顶级宅男发来的危险信号 我家的地下室放一台 连接三家监控的笔记本电脑 我立刻打开 才发现慧姐家关丧尸的密闭房间里 空无一人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丧尸呢 我说话的时候嘴唇都在颤抖 丧尸不见了 那就意味着 独自给丧尸缝合伤口的老公有危险 糟了 慧姐的脸刷一下没了血色 难道他中途苏醒了 刚刚我为了让新生儿减少伤害 确实减少了麻醉的剂量 但是也足以让他昏睡一个小时以上了 怎么会醒呢 我相信慧姐的专业性 此刻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 慧姐给我们的手表是可以在局域网内通讯的 但是顶级宅男却只给我们发来了危险信号 连信息都没有发 说明他和老秦所处的环境不方便出声 或者连发信息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此刻我回电话过去 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 我只能通过监控 确定下他们几个人的安全状况 我连接慧姐家所有的监控设备 发现他家监控范围内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去哪了 疼痛让小田的头发都汗湿 粘在了脸上 老秦 老秦在哪 啊 好痛 小田疼得神志不清 还在牵挂着老秦 我和慧姐没有当着小田面讨论情况 但是他也戴着手表 肯定也收到了顶级宅男的危险信号 必然知道和他在一起的老秦也面临的危险 这样下去可不行 产妇心绪不稳 可是要难产的 我连忙打开所有的共享监控设备 包括我家和小田家 没有 哪儿哪儿都没有 三个大活人和一个丧尸 就这样凭空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慧姐毕竟是干过大事的人 她比我冷静许多 还有监控死角 比如卫生间 浴室 他们有可能为了躲避危险藏到了这种地方 换句话说 我们见不到人影 他们就有50%的可能性是安全的 我点点头 但心里的恐慌一点也没有消减 如果只有他们消失了 但是丧尸还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 还可以这样解释 问题是丧尸也不见了 他们躲避难道会和丧尸一起躲起来 在我家地下待产室里 只剩下我 小田 慧姐 我女儿果果 还有丧尸刚产下的男婴 一屋子女人 产妇和幼儿 说难听点 随便来股邪风都能把我们全体撂倒 小田的阵痛间隔越来越短 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 他像虾米一样供着身体 但仍然无法减轻疼痛 还有两个婴幼儿需要兼顾 我和慧姐谁也不能离开这里 就在我们乱成一团的时候 监控显示器其中一个画面 信号好像被干扰一样 不正常地抖动了几下 随后 一张横着一条长疤的大脸 近距离地出现在了屏幕正中央 这是一张令我们噩梦还迎的脸 他是上次那群掠夺者的首领 他回来了 毫无疑问 是回来找我们报仇的 嘿 好久不见 别墅里的小老鼠们 那张恶心的脸竟然在屏幕里 以后我们拔起了招呼 我注意到他的一条手臂断了半截 应该是上次进攻这里时被丧尸伤到 截断手臂才免遭感染 慧姐皱着眉头 他闯入了我们的监控区 手表竟然没有警报 屏幕里的人好像听到了我们的说话一般 别惊讶 警戒信号都被我们切断了 否则怎么给你们制造惊喜 他在屏幕里炫耀似地晃了黄手中的一团乱线 以证实他的说法 然后他瞪着双眼 再一次凑近了屏幕 再给你们看一个更精彩的 他的脸离远厚 我们看到他就是在慧姐家的地下实验室里 而我们刚刚看的空空颅野的实验室 好像是刀疤男提供的假画面 现在那间封闭的房间里出现了两个人影 一个是还没有从麻醉中苏醒的丧尸 而另一个被对着我们倒在了地上 他的后颈部被中午击伤 身下有一滩黑色的血迹 监控画面有点模糊 但是通过身形我也能辨认出那是我的老公 他们一定是在老公被丧尸缝合伤口的时候 在背后偷袭的 老公和丧尸所在了一间屋子里 你们猜猜这只丧尸什么时候会醒 刀疤男一脸坏笑 我 我得去救他 他现在需要我 我声音他颤抖 六神无主 本能让我想马上冲出去 慧姐一下从背后抱住了我 冷静点 你现在冲出去 除了暴露自己外 没有任何救援作用 目前的情况 老秦和老魏还没出现在监控里 说明他们还没有被控制住 甚至没有被发现 顶级宅男姓卫 我们都叫他老魏 老魏给咱们发来了危险信号 但是没有回到这里 说明他们一定在想办法救小唐 我们之前隐居在这里 刀疤男并不知道别墅里一共有几个人 现在他一直用语言威胁我们 目的就是想把我们全都引出去一网打尽 我蹲在地上 身子不断地颤抖着 极度的恐惧和绝望让我忍不住想呕吐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果果第一次看到我这般模样 小小的手臂抱住了我 让我恢复了一次清醒 慧姐用手表操控 启动了声波设备 可是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这一片区域的丧尸基本上被军队消灭殆尽了 而且刀疤男的团伙已经进入了别墅里面 其实引来了大批丧尸也无济世了 这丧尸还挺能睡的 你们到底给他用了多少麻药 刀疤男玩味地看着监控 我仔细看了监控你的画面 在监控范围内 除了刀疤男之外 在角落里还站着至少五个人 他是有边来的 初步估计 他带的人不会比上次少 有一部分留在了慧姐的别墅里 那么另一部分人很可能 已经偷偷潜入到了我家和老秦家 我和慧姐去经会神地看着监控 一时间忘了小田还在灵产 当我回过神来 准备去看一眼小田的时候 却发现小田捧着肚子 就站在了我们的身后 他硬硬地看着监控 是他 小田指着监控画面喃喃地说 老秦 突然他弯下腰 表情痛哭起来 随即从他腿间流下了几股水流 小田的羊水破了 我连忙搀扶着他回带产室躺着 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听着 小田 你必须稳住 好好躺着 否则孩子会有危险的 小田已经开了食指 疼痛难忍 我和慧姐一刻不能离开他了 一边帮他稳住呼吸 一边让他再攻缩使用力 几次之后 我甚至能看见孩子 已经露出了一点点的头了 胜利在望 加油 小田 我和慧姐给他鼓劲 却从旁边传来了一声巨响 我回头一看 地下室的采光景处 正在被什么东西中击 这么下去 采光玻璃被击碎 是分分钟的事 我家地下室的入口 为了能抵挡所有位置的漠视可能 做得非常隐秘和安全 所以他们想从地下室入口 破门而入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地下室唯一的薄弱之处 就是采光玻璃 他们想从采光玻璃这里攻进来 慧姐已经顾不得小田能不能看到 他刚刚直接把监控室的 笔记本电脑搬到了产床旁边 我们从院子里的监控画面看到 他们十几个人 正在用一根粗壮的树干 撞击我家的采光玻璃 采光玻璃我们做了多层加固 但是现在也出现了裂痕 再撞两下必然会碎裂了 天知道我有多庆幸 当时在采光玻璃这里做了二重防御 我连忙跑到地下室的控制开关处 将隔断下沉花园和地下室的钢制大门关闭 大门经久未用 我按了开关 好一会儿才发出咯吱咯吱的轨道拉动声 就在大门即将合上的一瞬间 我听到了采光玻璃的破碎声音 外面的人终于是攻了进来 我和老公定制的大门非常坚固 也很厚实 隔音效果极强 在大门紧闭的一瞬间 外面的所有声音都消失了 而我们的监控信号也随之消失 想来是刀疤男把信号气断了 哇哇哇 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 打断了暂时的平静 小田的孩子出生了 是个大胖小子 慧姐擦拭着婴儿的身体 欣慰地告诉小田 小田脸色苍白 虚弱得不行 但也勉强挤出来一丝微笑 我们捡旗带 消毒 安顿好小田和婴儿 才觉察到房子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老公 顶级宅男 还有老秦都怎么样了 我们一无所知 而我们全屋的监控系统 此时已经全部瘫痪 局域网也出现了问题 我们接收不到任何来自地下室之外的信息了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我的脑子已经荡机很久 慧姐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甚至没有反应过来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有得救的机会 慧姐点了点头 随即又摇了摇头 能不能得救我并不知道 但现在 这里就像一个我们自制的牢笼 我们首先得逃出去才有机会做其他的事情 我眼睛里又重燃起希望的光芒 慧姐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喜呈现给我们 因此 只要她说有机会 我定会坚信不疑 慧姐把我带到我家地下室设备间的门前 这个设备间的门可由手表远程操控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相互串门沟通 只要我们三家其中两家 同时用电子手表进行相同方式的指纹识别 就能开启设备间的大门 我知道慧姐一定更有深意 但是还是不免好奇 刀疤男一定把我们三家都占领了 即使我们能通过这个设备间的门去到别家 又有什么方法能跑出去呢 慧姐眨了眨眼睛 设备间里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密道 这是在我们买下这里的别墅之后 你们还没有入住之前 就已经设计好了的 这个设备间之所以把门禁设计的如此复杂 多半也是为了保护这条最后的逃生通道 我拼命的点点头 眼睛里泛出了泪花 好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条救生的绳索 还好我们这里刚好剩下三家各一个人 当时我和老魏在设计开启秘密通道的密码时 脱围头疼 纠结了好久 我们最终决定需要三家中 必须各处一位家庭成员输入指纹 才能开启这道秘密通道 主打一个同声共死 共谋生路 慧姐 我声音哽咽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他们一家的大意 让我钦佩不已 慧姐拍了拍我的肩膀 啥也别说了 记住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把小田抬到了轮椅上 慧姐推着轮椅 小田抱着自己和丧尸刚出生的孩子 我推着果果的婴儿车 聚集在设备间的门前 当我们三个人在手表上 一同输入了自己的指纹后 设备间的大门应声而开 与此同时 地下发出了轻微的隆隆声 那是机关齿轮转动的声音 不一会儿在杂乱的电箱后 现出了一个缝隙 刚好可以容一个人出入 我们把轮椅和婴儿车折叠起来 紧接着一个一个的走入密道里 慧姐在密道的墙壁上摸索了一会儿 打开了应急灯 随后又在墙壁上按动了一个开关 密道的大门又缓缓地关上了 那道门与墙壁严丝合缝 竟看不出曾经开启过 眼前是一条狭窄的涌道 地面潮湿 环境阴冷 好在空气流通得很好 偶尔还能感到几次凉风从脸上划过 我们一言不发地顺着这条道往前走 在涌道里我是没有方向感的 只知道走了近十分钟的时间还没有到尽头 中间 弯弯绕绕还转了几个弯 如果刀疤男他们发现了这条密道该怎么办 小田坐在轮椅上 他已然恢复了一些力气 终于可以发问 他们进不来的 如果想要硬闯设备间 就会引发自告装置 入口就会被炸毁 我相信我们的老公们是不会为他们提供指纹密码的 想起老公们 还不知境地如何 我们再一次沉默不语 快到了 我明显感到 空气流通的速度比在里面的时候快很多 我们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力气 顺着不满铁锈的梯子向上攀爬 密道连接的是一处破烂厂房的废弃垫井 我们终于算是逃了出来 去 听 好像是有人 小田生完孩子之后 听力似乎非常敏锐 我们安静下来之后 确实听到有细碎的脚步声有远极近 听声音还不是一个人 他们不会追到这里来了吧 我们一行人赶紧找到一块隐地之处 藏了起来 不一会儿 有两个人带着手电筒 慌慌张张地四处扫照着 阿慧 小田 那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小声喊着名字 声音熟悉又亲切 那是顶级宅男和老秦 他们也逃出来了 他们来找我们了 慧姐和小田难言喜色 一下就冲了出去 他们拥抱在一起 分享团聚的喜悦 我也为他们高兴 可是我看了看 他们的身后 并没有老公的身影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 老秦 老魏 我老公他 我有些心急 所以打断了他们的喜悦 老秦黑黑一笑 义妹 别担心 小唐好着呢 老秦从不说大话 从他轻松愉悦的表情来看 他说的应该是真的 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慧姐和小田走过来 拉着我的手 顶级宅男给我们讲述 我们错过的故事 他俩回慧姐家去寻老公时 顶级宅男就收到了 实验室被硬闯的警报信号 我们这些人中 只有顶级宅男的手表 连接实验室的警报功能 一旦实验室有被闯入 或者其他异常状况 都会自动发出警报 到顶级宅男的手表中 由于这个功能还在测试阶段 因此只有顶级宅男的手表 可以接收到信号 连慧姐的手表 都没有安装这个功能 顶级宅男和老秦 收到警报信号之后 由于不知道危险详情 不敢轻易弄出声音 所以只能迅速地 给慧姐发个信号警报一声 后来他们就一直藏在 老秦和小田家的地下室里 老秦家的地下室 在末世之后也提高了防御设施 同时也安装了 像我家一样的监控系统 在末世之前 老秦作为户外直播达人 早就在家的各个方位 装置了隐形的摄影头 以便日常拍摄使用 与末世之后 顶级宅男为我们 全屋安装的监控系统 分属两个线路 所以刀疤男切断了 我们正常的监控线路 却疏漏了老秦家的摄入设备 老秦和顶级宅男 通过这个拍摄监控 看到了刀疤男一行人 闯入我们三家的别墅中 同时看到了实验室里的老公 正处于危险之中 老公被刀疤男 从背后袭击以至昏厥 和丧尸关在了 同一间密闭的屋子里 刀疤男没有实验室屋子的密码 屋门关闭后 无法再次打开 实验室的透明墙壁 也是由特殊材料制成 即使是用武器 也无法轻易破坏 但刀疤男压根 也没想让房门再次打开 他的目的就是等丧尸苏醒后 让他咬死老公 与吉宅男和老秦 看到这种情形 本来计划着要去实验室救出老公 还没等他们计划好救援方案 丧尸便醒了过来 毕竟慧姐用的麻醉剂量 还是少了些 丧尸醒了 我老公还是昏迷的状态 与吉宅男和老秦看着监控 心提到了嗓子眼里 他们随便捡了几件衬手的工具 但武器就要硬闯实验室 可是令他们惊讶的是 丧尸似乎有了一些人的理智 并没有主动攻击昏迷的老公 反而双手摸了下 已经瘪下去的肚子 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随即便安静地缩在了角落 一动不动了 实验室门外站着的刀疤男 自然气急败坏 却再也打不开实验室的门 最后妈妈咧咧带着大批人马 从惠姐家的院子 转移到了我家的院子 与吉宅男和老秦看到老公没事 就没有贸然出头 可是网络已经被刀疤男破坏掉了 他们也无法联系到我们 所以只剩下我们这边一团乱麻 干着急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逃出来找到我们的 刀疤男搜不到人就自己离开了 小田不解地问道 老秦一手抱着刚出生的孩子 一手宠溺地揉了揉小田的头发 怎么可能 我的傻老婆 那伙人穷凶极恶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他们既然已经闯了进来 怎么会那么容易收手 那你们 我也搞不明白了 就算老秦伸手了得 但是就凭他和顶级宅男两个人 赤手空拳对付一群手拿武器的标型大汉 最后还能全身而退 这件事是怎么也说不通的 别猜了 他们是有救兵到了 惠姐微笑着走了出来 看来 他们是收到我发的信号了 我是真的非常佩服惠姐的 他能够支身潜入极端组织 又能全身而退 凭借的绝不是那张与世无争的脸 而是无尽的智慧和勇气 之前惠姐打开了声波设备 我以为她只是遵循旧路 还想吸引大批丧尸来围攻刀疤男一伙人 但显然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我只当惠姐是死马当活马医 所有方法都随便用一下罢了 原来 她打开声波设备 不仅发送了召集丧尸的声波 还同时发送了求救信号 末世后的相关安全部门 早就在我们第一次发动声波之后 就对这段声波进行了实施监控 这次 我们连着求救信号一起发送 他们立刻做出了反应 派遣上次在我们小区围剿丧尸的那一批军用车队 来我们的小区进行定点搜救 结果刀疤难以火人 不一会儿就被脚械投降了 整个过程连十分钟躲不到 我们看到你们不在地下室的产房里 自然而然就想到了 你们可能已经通过地下通道逃出生天了 所以立马来到这里寻你们回去 顶级宅男拍了拍我的肩膀 放心吧 小唐已经被专业的医疗团队带走救治了 医生说他只是受了皮外伤 休养几天就会恢复健康的 29 末世后的第三年 我真的没想到 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与生产 老公已经重新回到医院工作了 我也开始在家里给学生们上网课 我们在那次刀疤难突袭之后 被成功救援 慧姐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上交给了国家 他所提供的数据 让丧尸病毒抗体疫苗的研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如今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批的临床试验接种中 接种反响非常的好 国家迅速开始重建生活生产秩序 好像之前的遍地丧尸 满地疮痍 不过是黄粱一梦 哦 对了 那个被我们抓来做临床试验的丧尸 已经恢复80%的人类机能 虽然智商只停留在了两三岁孩子的阶段 但已不具备攻击性和传染力 国家也兴建了特殊人群管理机构 供他们正常生活与持续治疗 而丧尸所生的儿子 是个正常和可爱的孩子 目前已经被惠姐一家领养了 取名复兴 寓意他不仅是惠姐一家的复兴 更是末世里带来希望的小复兴 而果果 更乐得给两个弟弟当姐姐了 我这个大学老师 现在还要兼职做幼儿园老师 给三个孩子做意志启蒙教育 总之 我们走出了末世 迎来了新生 我和老公的末日妄想症 恐怕又得重新治疗 还得囤祸去 谁知道下一个末日 会什么时候降临呢 全文完